今年夏天的时候呢 国内一个著名的西点蛋糕品牌 推出了一款爆款小蛋糕 这就是哈利波特的摄氏蛋糕 不过买回来吧 感觉有点小 我就怒而作之做了一大的 这件事情呢 又勾起了我青年时代少年时代的一个回忆 就是我们那个时候一直在每年追着这个小说和后来每年追的电影 哈利波特 那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哈利波特 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些就是在这个小说里边 它贯穿着的很多西方的文化梗 我们想把它分成三部分 这三部分的分别是学校种族还有神奇动物 哈利波特的学校 霍卧沃兹魔法学校有四大学院 学至七年 所以我们有七册哈利波特的小说可以看 那么这个里边的四和七 是JK罗林凭空捏造出来的吗 肯定不是 那么这个实际上我们就要回归到这个欧洲 或者是世界上最早的这个大学到底是怎么来的 罗马帝国是欧洲最重要的一个古典时代的代表 罗马帝国解体之后呢 这个北方蛮人就来到了欧洲的主要的西方的腹地 就是这个日曼人 那么在这里建立的最重要的这个国家就是法兰克王国 法兰克王国不是法国 它是后世的法国意大利和德国的这个原始的这么一块版图 那么在这里建立了法兰克王国之后呢 那么欧洲就出现了一种制度叫封君封臣制 这个吧就跟中国的这个周天子诸侯差不多 纷纷给你递 然后你向我效忠 哎这样 你就了解在古代欧洲这个古老的贵族是怎么出现的呢 就是我得到了土地 然后我变成了贵族 贵族们的土地的经营方式就是种地 也就是所谓的欧洲农庄 那么到了这个十二世纪左右的时候 欧洲不仅有农庄 也有了这个在普遍的这个农庄的夹缝里边生存的一种另外的人们的集合体 这就是从事手工业和卖东西啊 这种行业的集合体那就是城市 那么城市呢是少数的东西 那农庄是多的 呃城市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他要寻求自由啊 因为这个无论手工业啊贸易啊金融啊都需要自由相对的自由 那城市的自由呢都是靠这个打拼或者是花钱买 根据土地领主呢那个得到自己的自由 哎那么在这个自由的这个城市的氛围之内 尤其你想手工业者嘛他是需要这个技术的 于是呢这个啊在城市里面就兴起了这么样一种东西 它叫做行汇啊行汇的主要作用呢其实是两个 第一个是传递呃某一种这个手工业的这个技术 因为你要做东西你是需要技术的实物在土地 是不是第二点呢就是来均衡或者是保证这个行业的良性竞争 于是呢这个统一价格呀然后这个有限度的限制新的师傅出现 然后保证已经有的作坊的这个能够长久的经营下去 哎这个呢就是行汇的作用 那么在众多行汇当中啊有一种类型的行汇 那么他的这个学徒的学制就是七年哎 那么这种行汇呢就是属于比较普遍的类型 那首先这个徒弟要给这个师傅打工 然后学习啊然后这个到一定出师的时候呢 经过行汇的同意哎允许你吸收啊你变成了新的师傅 什么米开朗基罗啦达芬奇啦那个以及拉菲尔啊还有等等等等吧啊 这些我们不是很熟悉的艺术家他们都是学徒出身啊 所以这个学徒制呢当时来讲一样 其实中国古代也这样啊对不对 那么在这个中古时代的欧洲呢有一种行汇叫 Universitas Universitas 其实就是University 我们今天把它叫做大学 当时其实就是一种七年制的行汇的名称 于是你看到也就是讲大学最早的时候其实也是一种行汇 那单纯的是以学知识为这个学徒的内容呢 那就是逐渐逐渐就变成了大学 那么呃世界上最古老的大学呢是在意大利的博罗尼亚 他被称为世界大学之母 那在那个年代你怎么才能上大学呢 首先你要学习一个预科啊 就预科里边学习的内容是当时认为你能听懂大学教程的时候的那些课程 包括这个修辞学啊文法啊天文啊 然后这个几何啊算术啊你发现没有 其实就有点类似我们今天考大学之前从小学到高中的那些课程啊 然后你真正可以上大学之后呢 其实只有四门学问可以学 注意这个单词就出现了四个啊 这个大学最早的时候啊是两种团体兴建的 第一种呢就是教会团体 他们兴建大学是为了传承这个神学里面的这个奖经啊 护教学啊等等等等 这是教会的大学 另一种就是城市里面自己兴办的大学 主要是传递这个世俗的或者是自然科学的知识为主啊 它是跟这个手工业有关 那于是呢在这样的状况之下 欧洲最早的大学也是现在最早的大学的雏形 就是里面呢它有四个不同的学院啊 就是当时认为最高级的学位 那就是神学然后法学呃 医学还有文学啊就这四个啊 神学法学医学文学 四大学院啊看到 那么我们这个 这个 这个罗林阿姨笔下的这个 这个霍物沃兹魔法学院 实际上嗯 它的四大学院和七年制都是 这个从中古时代传流下来的这种城市里面 兴办学校 然后学校来自于七年制的学徒行会有关 第二个呢在学校里面的社交活动就是吃饭啊 那个老师和同学们一起吃 第一种呢就是每次开学一起吃啊 一大堆人穿着法袍在那个大堂里面吃 另外一种呢就是思宴啊 呃我们在这个啊 混血王子那一节里面 会看到这个新聘来的呃 教魔药课的那个老头是吧 请他喜欢的那些好的学生去吃饭 到他家里去思宴那思宴那种呢就就很正常啊 老师喜欢的孩子嘛 然后到家吃啊 我每个每年的那些重要节日 也会去我读研究生手 到老师家去吃啊去拜访老师 这很正常啊 呃除了这种以外 我们今天要最重要说的是这个大学 西方大学传统里面的一种吃饭的活动 其实是一种社交活动 就是我们在影片和小说里面都会读到看到的 开学吃的那顿特别庞大的礼堂的饭 这种饭呢其实在古代的一直到今天的欧洲大学 都有这个传统 它叫做高桌晚宴 高桌晚宴的不是说光吃饭 最重要是社交啊 这个教授们跟孩子们的社交 然后教授之间的社交 高桌晚宴的高桌指的就是那老师吃的那桌子 你看在影片当中是很直观的这个同学们呢 穿着这个正式的法袍就是校服啊 然后在底下一溜一溜的这吃 然后呢所有的老师呢在上面 一个台上面更高的桌子吃 这就是高桌晚宴 那高桌晚宴不是说老师和孩子吃饭那么简单啊 我最近呢正好这个和我一朋友聊了一下这事 他呢在前不久刚刚辞职啊 他辞职之前是在牛津大学上班的啊 他就跟我说 他去过那么一两回这个牛津大学的高桌晚宴啊 大概来讲的话呢 其实就是一种这个学者之间的社交活动啊 那么那天晚上一般都是这个晚上去吃啊 吃的时候呢你要穿这种正装 这种正装还不是西装的正装 就是那种像法袍一样 就是那种西方的那种学士服啊 塑士服啊这个导师服那种 但你现在不需要你自己准备了 你会到一个房间去换 换好之后呢就一拉六就去做好 然后去吃这个饭 在换衣服之后呢首先要休息一下 然后在一小房间里先吃点喝点先聊一聊 哎然后正式出席 从某种意义上讲的这饭吃的就不是那么舒服了啊 你正式出席嘛 然后正君为座的你说你能吃饱什么呀 啊现在就更像是一种仪式化的 其实在古代我我觉得它也是个仪式化的 最重要的可能就是来一种仪式感来增进啊 老师和学生的感情吧 然后他跟我说他吃啊这个几道菜什么汤啊 这个煮菜啊什么什么一样啊 吃完之后还不算完他还要退出 然后呢我他们这些老师呢 再要到一个小房间去 再进行一些吃吃喝喝的社交 吃不重要最重要是聊是吧 无论是聊人生聊理想聊哲学的啊 甚至其实还有很多这个开课题呀 然后这个播经费啊 从某种意义上讲这就是一个什么游睡晚宴啊 这个就是高桌晚宴啊 这种东西呢从中世纪的这个欧洲大学里面就有 然后他就一直遗留下来 在哈利波特的这个小说里面 我们也会看到这种现象 就是开学的那顿饭整个的形质 就是古代欧洲大学的高桌晚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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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